大家好,我是莫sir,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常見技歷之中的浮力 這個課題是課程中沒有的,但是我覺得浮力真的很常見,所以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浮力是什麼呢?很多時候,當我們開派對的時候,就會在牆上佈置很多氣球 如果你用的是氫氣球的話,你就要用繩綁著它,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那些氣球就會飛到天花板 為什麼這些氫氣球會懂得自己向上飛呢?在你小時候,你應該聽過這樣的解釋 那個解釋就是因為氫氣的密度比空氣低,所以氫氣球在空氣裡就會向上升 那你又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密度低的東西會向上升呢? 現在你知道了什麼是牛頓運動定律的時候,我就可以用牛頓運動定律來解釋給你聽 氣球是有重量的,而這個重力的方向是指向下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如果作用於氣球的力只有重量的話,那它應該向下跌才對 但是既然這個氣球是向上升的話,那就表示作用於它的靜力是指向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推測,除了地球向它施加向下的重力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是在向它施加向上的力,令到最終的靜力是指向上的 究竟是什麼在向它施力呢?答案就是它周圍的空氣在向它施加浮力 原來在地球上,任何放在空氣裡的物體都會感受到一個向上的浮力 咦?那我們就有很多問題想問了,我和你都是身處在空氣之中的物體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們都會感受到向上的浮力呢? 還有,我們周圍的空氣為什麼好地地會向所有東西都施加向上的力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在於一個我們在單元1裡討論過的概念 那個概念就是氣壓了 要明白浮力是怎樣來呢?我們就需要將鏡頭拉遠一點,看完整個地球 簡單起見,我們就假設地球是一個完美的球體 上面就沒有火山活動,沒有動物,沒有植物,沒有陽光照射,什麼都沒有 只是一個球,球的表面就有一層空氣 現在我們將地球的大氣層斬開了幾十楷,然後將其中一楷放大來看 然後我們就在這一楷的大氣層裡面隨便選一個高度 在這裡再斬多一下,將它分成兩份 在這兩份的空氣裡面,我們主要就會集中看上面那一份 在垂直的方向,這份空氣總共是受到兩個力的影響 第一個是地球施加的重力 第二個就是由下面那份空氣的氣壓所產生的力 這份空氣是處於靜止狀態的 所以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它所感受到的靜力就是零 也就是說,氣壓所產生的力和重力的量值是相同的 現在來到重點了,如果我斬開這楷大氣層的時候 選擇一個比較低的位置來斬,上面那份空氣的重量就會大些 根據剛剛的推論,氣壓造成的力因為這樣都會比較大 另外,如果我們斬開的時候選擇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來斬 上面那份空氣的重力就會小些 而根據剛剛的推論,氣壓所造成的力也會小些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推論 距離地球的中心點越遠,那個位置的氣壓就會越差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任何放在空氣裡的物體都會感受到向上的力 一個物體放在空氣裡的時候,它上面的空氣就會向它斬向下的氣壓 而它下面的空氣就會向它斬向上的氣壓 根據剛剛的推論,下面的氣壓所造成的力會比上面更大 所以這兩個力加起來就會指向上,而這個指向上的力正正就是浮力 那這個就是浮力的由來 講穿了,其實浮力就是物體上面和下面的氣壓所造成的力 然後我們就會很想知道,究竟這兩個數值相減之後是等於多少呢? 如果你深水清的話,你把我剛剛講的東西多多幾次 可能你自己都可以推測出來 不過如果你推測不到的話,我也講答案給你聽 浮力的量值,是有一個很聰明的方法可以把它計算出來的 那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想像有一個球放在空氣裡面,而它的體積是V 根據我們剛剛的討論,它所感受到的浮力就是等於上面和下面的氣壓所造成的力 想知道這個浮力等於多少呢?就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如果我們把這個球拿走,這裡就會有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把空氣填進這個洞裡 對於我們填進去的空氣,它上面和下面的氣壓是沒有改變的 而且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填進去的空氣所感受到的靜力應該是等於0的 因為如果這裡只有空氣的話,空氣自己應該不會動的 所以這些空氣所感受到的浮力應該就是跟它的重量是相同的 這些空氣的重量就是它的質量再乘以重力加速度 而它的質量又等於它的體積乘以密度 那麼空氣所感受到的浮力就是V乘以空氣的密度再乘以重力加速度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些空氣拿走,然後把球放進去的話 那麼上面和下面的氣壓是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也就是說浮力是不會有任何的變化的 所以這個球所感受到的浮力就是V乘乘A乘G 其中V就是它的體積,乘A就是空氣的密度 而G是重力加速度 這個就是浮力的表示式 我們在將這條式推導出來的過程裡 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招式 就是把球拿走,換成空氣,計算完之後再把球放進去 這一招是有一個名字的,叫做阿基米德浮體原理 嘩,阿基米德是什麼水來的? 這個阿基米德就是一個古希臘的學者 好有趣,雖然阿基米德是不懂得牛頓的 但是他都能夠用自己的方法推算出浮力和密度的關係 好厲害的 阿基米德的故事都挺精彩的,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麼,關於浮力的講解就到這裡了 來到最後,我就終於可以回答這條片最初的問題 為什麼密度低於空氣的東西會向上升呢? 原因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一個物體X放在空氣裡的時候 它總共會受到兩個力的影響 第一是重力,第二是浮力 如果我們取向上為正,那麼它所受到的淨力就是浮力減重力 浮力的量值是v乘rhoa乘g 而重力的量值就是mx乘g 如果這個物體的密度是rhox的話 那它的質量就是v乘rhox 然後我們將v和g分解出來 就可以得到淨力是等於v乘rhox乘g 如果x的密度是低於空氣的話 那淨力就會指向上 於是這個物體就會向上升 相反,如果x的密度是高於空氣的話 那淨力就會指向下 於是這個物體就會向下跌 順便告訴你 在一般日常生活的情境裡 空氣的密度大約是每個立方米1.2kg 我們身邊大部分東西的密度都是遠遠高於空氣 所以多數的物體放在空氣裡的時候 它的重量都是遠遠大過它所感受到的浮力 以致我們考慮問題的時候 一般是不需要考慮浮力的影響 不過當然 如果你把東西放在水裡的話 那就不同說法了 水的密度是高於空氣很多 所以它能夠產生的浮力也大過空氣很多 好啦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就會介紹另外兩種和液體有關的力 都是課程中沒有的 這兩種力就叫做凝聚力和黏附力 那就到時見啦 拜拜